這頭鍋子裡大火快炒的 是鹹香入味的客家小炒 另外一邊紅燒苦瓜 也已經散發出陣陣香氣 還有兼具色香味的水果沙拉 也已經等著要上菜 這場烹飪比賽 參賽者都是來自社區的老人家 光是看著身手 就知道是累積好幾十年的好功夫 好手藝 古早味 私房菜都留下來 也欠這機會來推廣 要少油 少鹽 少糖 多吃蔬菜 桃園市重陽節系列活動 舉辦老人烹飪比賽 金牌好菜端上桌 今夜累積而成的美味 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將來的社區的共餐服務 將一個禮拜做兩天 那我們希望能夠推廣 這個新式的食譜 也可以多舉辦各種健康獎座 用藥安全的獎座 或者是那些法律獎座 能夠生活得更快樂 全球邁入高齡化社會 台灣也不例外 這場活動不只豐富銀髮族的生活 也希望他們吃得健康 吃得養生 還要吃得開心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